詹姆斯加盟胡人絕對是今下最重榜的簽約,而且他在簽約之前,並沒有要求胡人簽下另一位球星,這一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。 另外,詹姆斯旅胡人簽,下的是一份四年的長緣,這說明詹姆斯對於胡人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,他願意等待胡人的後續操作,並且相信胡人能夠變得很好。 今下簽下詹姆斯後,胡人一夜之間由雲满球隊撤起文基尔和賽球隊,由此可以看出詹姆斯巨大的影響力。 雖然即將年滿34歲,但是詹姆斯依然處於巔峰期,上賽季他帶領騎士闖入總決賽,氣候賽中他的超強表現震撼人心。 眾多民宿紛紛感叛詹姆斯的強大,吉爾斯等招黑也紛紛被打服,但是,詹姆斯畢竟已經三十多歲,很多人擔心他已經處於巔峰期末了,或許後一兩年就會下滑,他在生涯的這個階段應該加蒙強隊,總去再拿冠軍戒指,而不是浪費一年在胡人身上。 對此,詹姆斯給出了霸氣的回應,他說,我可不這麼看,因為我不覺得這將是我最後幾年巔峰期中的一年,又是數據統計的事。 在我這一生都在打敗概率,很多時間與我的孩子待在一起,讓我欲罷地重擔青春。 所以,我甚至不覺得我們是在重建,從詹姆斯的話中不難看出,他對於自己和胡人有著足夠的信心。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巔峰期即將結束。 對此,你怎麼看呢? 下次再記詹姆斯能把胡人帶到什麼樣的高度呢? …… 3